继续来制作恐怖野兽的模型 选择边缘线进行一个托动复制 对边缘线进行一个缩放 继续进行托动复制 对边缘线进行一个塌陷 选择面 进行一个挤压 对其他的面进行一个缩放 选择面进行一个旋转 对基点进行一个桥节 继续桥节节点的位置 对面继续进行一个挤压 然后进行一个缩放 调节面的位置 我要出现一个长方式 选择面 这个平板 是 metros 先填下吸血圈 再填上,使用七个工具,七个吸飞曲线 再填上边,填一个枪 先填上 ceiling 阿玉 先填下 选择边 敲接边的位置 敲接接线的位置 选择面 进行一个倒角 对面进行一个缩放 然后进行一个旋转 继续选择面 继续选择面 进行倒角 敲接线的位置 使用七个工具 七个信息去线 继续切割西面区间 塞出堆的边 对提点进行一个桥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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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七个工具 七个信息去线 敲接接线的位置 在母亲上选择面 进行一个倒角 使用并行间命令 对接线进行一个桥接 在母亲上选择面 进行倒角 进行倒角 继续对接线进行 ép 多久 从别汉捷径命令继续汉捷径节点 选择面 进行一个导角 在对话框中设置导游的参数 选择点进行一个桥点 继续对接点进行一个细微的桥节 是模型的补线更加的合理 使用含写命令含写接点进行接点的桥节 继续对接点进行一个桥节 使用切割命令切割细分曲线 在另一侧进行同样的切割 交接接件的位置 继续进行接件的韩接 继续对接点进行一个桥节 切割细分曲线 光滑显示看一下效果 公布以数目性的制作就先讲解到这里 继续对接割细分曲线 继续对接割细分曲线 继续对接割细分曲线